記者招待會 剛才看到他們返文的記者招待會 當然很多人通知我說今天十幾個人拘捕了 我們都要集中做回我們的事 要做一些可以改變香港的事 只是斟掘沒什麼用 要做一些基本的事 我看我們的年輕人都走到七七八八了 當然還有一些在海上有些危險 但以後上街抗爭的人都越來越少了 你們說應該靠誰了 靠我們自己又靠不住 那些勇武的年輕人又走到七七八八 議會裡面那些得了港元 都沒有人來 投票又大家沒什麼所謂 沒有了張投票實際就沒有什麼去爭 我說要出番投票有人講投票 那你不給你投票那怎麼辦 你有什麼克制可以 我們要集中在你主要問題那裡 脫鉤肯定是脫鉤 但是脫鉤也不夠 脫鉤共產黨可以熬得很久 剛才我聽張超雄說 我都說張超雄都認識了很久 一會兒講回 他都說他受不了 特朗普絕對是有決心脫鉤的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脫鉤不夠 脫鉤迫不到他放棄馬列主義 一定要有辦法迫到他吐不了氣 脫鉤只不過是讓他辛苦 而且他辛苦轉嫁給中共的人民 變成他上面不是日子照過 對呀 香港人封了 不過都可以預料得到 對付何君堯會改變我們那套制度嗎 我們現在的問題 制裁多一批人會改變我們現在的事實嗎 制裁只不過是指同 就是阻嚇那幫警察也好 那幫香港的官員也好 完全沒有底線 就是亡作非為 如果有一個制裁在裏 制裁可以做到的事 只不過是香港他們沒有那麼猖狂 只可以做到這些 不會停止我們的痛苦 停止我們的痛苦 只有消滅中共 這個實際跟我和美國講的完全一樣 張超雄都想移民 英國又在拖 又有人做了功夫 又中共在上面的人做了功夫 做了手腳 英國應該有制裁的 不過慢 它裡面有很多阻力 香港也有很多阻力 千萬不要跟我全中山比較 兩個世界 全中山都不是那麼好 很多問題 共產黨就是他請回來的 原本很濕碎的 他收了俄羅斯的錢 不是他個人收 他代中國收了 收人家錢就是要聽人家話 就是這樣 薛中山就是這樣的事 我們要正面對一下歷史 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也是問題 也不少壞事 我沒辦法 那時候每個人都在摸索 本來講什麼叫好事 加拿大制裁 都在等美國 美國 我等一下講講美國 大家都看著美國 香港都應該看著美國 但是 立法選舉 取消功能組這個下一步 起碼又回過選舉 現在連選舉的日期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完全都說一年以上 你知道 到時他又倒閉 不算對他來說是最簡單 在選舉輸好沒有面 不算他可以賴這樣賴那樣 但是輸了就是輸了 就算他那麼多出貓 有蛇齋病種有什麼 但是他都輸了 我剛才看了他們的泛民記者招待會 真是唉 真是不懂得說 我可以形容什麼呢 原本香港吃西餐 這間是西餐館 老闆拿股份賣了給 賣的股份賣了給中國人 變成中國老闆 但是經理管理 還是按照西餐來管的 廚房啊 住出來的西餐 誰知道呢 就走樣了 由西餐變成中餐 但是有些人還說 我一定要用刀叉來吃 那就越來越可笑了 那裡面餐廳的管理啊 經理啊 連食仔都換了 只是不懂服務西餐 只懂服務中餐 這個問題就越來越搞越大 現在基本上就說 算了算了 哎呀 吃不吃你的事 總之我給這樣的 我煮什麼你就吃什麼 現在我們香港就是 他煮什麼 我們就吃什麼 大家看到了 沒得談 免得跟你商量 那幫泛民的議員還覺得 我們跟你去廚房爭 我們一定要做一些 好像以前那樣的財 你說人家肯不肯 人家當你沒到 股份又不是你的 管理權呢 他就已經是 原本答應了 管理給管西餐的人管 現在根本就當是欺藥了 那情況就是這樣 我看一下毛孟靜 他真的吃西餐吃得很標準 講一些標準英文 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想你吃西餐 人家真的想你吃中餐 黃碧雲又說那些人無恥 這樣那樣 現在共產黨有恥的嗎 有恥的人有恥 不是人來的 是畜生來的 我們是人來的 他是畜生來的 因為他這個洗腦工具 令他變了畜生 他是人就懂得恥的 禮二年恥的 畜生禮二年恥沒有的 你記住這四個字 你有空看看 你看習近平有沒有禮二年恥 四樣東西都沒有的 如果習近平都沒有的話 他下面的人怎麼可能有呢 誰不跟習近平的方法做人 就根本沒得搞的 所以我勸你們不要 經常都罵共產黨無恥 現在大陸還有人罵他無恥 這麼大年紀 我們學到這麼大年紀 還覺得他懂得什麼叫恥辱的話 就不是他蠢 是我們蠢 他懂得恥就好了 老祖根本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 我們這些老百姓七十幾年的受苦 就是他不懂得恥 根本就不會的 禮有沒有 你知道大陸的人出來有沒有禮 異有沒有 唸當然不用說了 淡都這麼大怎麼唸 恥就絕對沒有了 什麼沒面子都做出 所以我們這個基礎 我這麼說 基礎我們要重心看 不要常常看表面那些 你說什麼我說什麼 我跟你鬥罪 贏了鬥罪有什麼用 我們一定要明白基礎 在基礎做事 這個就是我活到這麼五年紀 你說我以老賣老也好 這個我真的勸你們 你在基礎做事 我們香港原本那套系統 是英國 你說他有意無意 總之他就延伸下來我們香港 因為英國本身有這套民主自由法治 來到我們香港 他說不要給民主你了 因為你這幫中國人都不知道行不行 就一直沒有給民主 但是他那套自由法治的機制 就下來香港 我們享福 一直享受到現在 有很多根本在香港出生 有些大陸過來好像我那樣 我們就享受了這套東西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去想想這套東西的來源在哪裡 英國就開始沒落 那時候他說97年之後 他就要求美國支持他 那套支持香港 那美國就給了一個特殊法 對我們香港是跟大陸不一樣的 那特殊法就給了很多優惠的條件我們 我們實際我們都是中國人 有時拿到別人的好處拿慣了 就不記得了 他怎麼來的 美國實際益了我們很久 我們就沒有人提 沒有人看就覺得好像是應該的 現在美國說拿走了 那就開始就計數了 還未顯出問題 他說拿走 還未實際拿走 我現在只有口頭說 接下來這幾個月就要實際拿走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以前人家給了什麼好處我們 以前英國給了什麼好處我們 當然我們都很多 我賣了很多力 我們很勤力 很動腦筋去賺了很多錢 也在香港帶來 幫香港帶來很多財富 也支持了這套制度 這套制度包括教育 我們賺回來的錢 幫香港的教育、醫療、財政 都起了很大作用 但有時喝水事源 想一想哪裏開始 如果你是沒有國給英國 還是大清的時候 跟著中華民國 跟著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這樣過來 你去想想 你只不過最多有個廣州 我記得七、二年去參加廣州交易會 住在沙面 我記得是勝利賓館 那時候七、二年 真是煩都沒事 廣州真的是魚迷之鄉 整個南潘信那一帶 魚迷之鄉 真是煩都沒事 那些飯 不知道怎麽蒸 加了很多水蒸 根本就是粒粒裡面都沒有料 糖分都沒有 不知道怎麽做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想那個源頭 看樣子 這班泛民的議員 又忘記了 每天他們上班有冷氣 喝冷氣 說幾句話 寫幾個字 就一天了 他們又忘記了 那個權力的源頭是哪裏來的 他們覺得是他們 是他們的 是他們爭回來的 他們當然有一定的貢獻 但是一定要講源頭 今天為何現在政府可以亂來 他因為你的權 他沒有你的選舉權 他就事無忌憚 為何我們一直要求雙普選 如果我們可以選特首 選立法議員的話 他們有嫁忌 下一任就無選不了他 他做事就步步為刑 就不想失了你們那個票 但是他知道你們下個選舉都沒有你們份 他做什麽事根本沒有人監督他 沒有主人等於 等於那個餐廳不用顧人客 那些人客 那些人客 那些人客就說什麽 照樣給錢的人 照樣交稅 交稅就是給錢 照樣交稅 那做什麽都可以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 他不需要看你喜不喜歡 他拿什麽出來你就吃了 那麽跟頭錄園主一樣 你給你吃就吃 喜歡給好些你就好些 喜歡不好就不好 那麽就現在 我們就實際是這樣的情形 那我好彩 我今天都有少少開心 今天張超雄說 我要重新考慮 就是還不參與這個立法會 就是說政府 實際的意思就是 同不同這個政府合作 就是他開始醒覺了 我講起了 都很久以前了 但我頭髮 那時有很多頭髮 張超雄有很多頭髮 那時我可以說是第一個支持他 競選 那時好像代表學界 教育界競選 他那時後來就變成文選 還是不知 我忘記了現在 我一直都支持了他 那些細節就沒有說了 我應該是第一個 都算是這樣 如果這套東西 一國兩制是真的話 他都很好 可以這樣說 都是為中國做了很多事 為香港做了很多事 但是現在根本沒有一國兩制 一國一制都不知道是不是 現在他的行動 根本他想怎樣怎樣 根本是怪獸來的 香港變了 美國都不會給他這樣下去 美國不會給他這樣賺錢 賺下去 賺外匯 他賺很多外匯 那美國不會容許 因為這些錢老實說 美國可以自己賺回 他的公司 只是他覺得喜歡的公司 他的資本 講到出來就是資本 美國在香港這裡 我估計 約莫的資本 即資本在香港 我估計連借錢給香港 連投資 連股票 即買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 H股也好 我們香港股也好 加上我估計兩萬至三萬億美金 到 不是細數來的 而且他起了個帶頭作用 一天他走 他現在走著 一天他走 那麽 那麽 這麽 那麽 我就看不到香港 有什麽 金融那麽方面 有什麽前途 那麽當然 共產黨可以找些 印多些港幣來頂 那麽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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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上個星期用的字 都用得很激 即是說 Hong Kong will go to hell 即是說 我們會被打入地獄 這個他們看得很清楚 因爲他們那麽 他們美國人懂得看宏觀 我們又懂得賺錢做生意 但是宏觀我們不是很懂 我們香港人不是很懂 賺到錢就行 看不到宏觀 人家說你浪費 我就是常常講宏觀 所以人家說我好笑 就是個個都笑我 不算了 無辦法 做人就是這樣 那麽我看 我這幾天都在想著 今天說的話 還有我在想著 應該集中力放在哪裏 你說多制裁幾個小制裁幾個 實在沒有解決什麽問題 幫他們出了氣 很多香港人很痛心 那些年輕人受到這樣的待遇 尤其是我制裁那些 那些今次 今天拘捕十幾人的那些警察 但是有用嗎? 解決了問題嗎? 即是你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跟 不要只是指標 只是指標的話 一天看來看去 所以我經常都說 他們參加林立會 實際上都是指標 你沒有指根 指根的根就是我們的那張票 當然現在在這個系統下 我們這張票好像 不是很大起作用 但是全世界都在看著 到底你們香港 是不是學求民主 民主就是選舉 選舉就是民主 這個是最基本的 民主講得很廣泛 但是行動的最基本就是選舉 如果我們都不去爭 再選舉 即立刻起動選舉的話 人家外國說 原來你們是沒什麼所謂的 那美國就按照美國的 它自己的需要來對付共產黨 就不需要考慮我們香港了 明白嗎? 我用邏輯講清楚 所以尤其是為什麼呢? 我反對這個林立會 但是我都是接受民調調的 一個好的民調 不是這樣的騙人民調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林立會 是一個共產黨設計出來的舞台 如果我們參加了的話 房東建立的會議 就完全是迁反了世界 你看到我五眼中 他們說了什麼呢 他們說了如期進行 那麼就迁反了世界的價值觀 就可以困難些 就是投敵 投了敵人 做的比例是什麼呢? 當日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搞了一個偽滿, 連中國政府都繼續搞了一個偽政府, 當時叫汪精衛,叫汪精衛偽政府, 國民黨就移了去重慶, 當美國死人在太平洋一個一個島打, 向東京進發的時候, 如果我們韓人也好,什麼人也好,中國人, 如果我們去了投南京政府, 南京那個汪精衛政府, 你看看別人美國怎麼看? 這個很直接的, 或者投了去滿洲國, 或者投了去南京的另外一個中國政府, 關於兩個政府,一個是重慶,一個是南京, 重慶大家知道了,就是蔣介石, 誰對誰錯,不是主題, 但是人家美國就支持你重慶, 如果我們投了去南京的話, 那人家怎麼看呢? 那時候不少的, 主張幫汪精衛, 汪精衛的人很多方面,有好有不好, 但是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大問題來的, 這個大問題,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多數沒有絕對的這個世界, 為什麼罵廣正偉呢? 廣東人的人真是了不起, 廣東人來的, 他老婆也是很了不起的, 前幾年至死了而已,在上海, 一直撐,老公撐到死為止, 真是,這些這樣的女人真是了不起, 那麼呢, 就是你們自己作下比例, 這件事怎麼看呢? 我覺得現在呢, 我剛才也聽了蕭先生的節目, 他說呢, 你們不參加那個臨立會, 實際就是一張牌來的, 那張牌就逼他一定要不要那麽快推翻所有的東西, 即是一開始他見你林樂會那招的, 你們在這咬到紅面綠, 是嗎? 那麼他就開始想第二招, 下一招就抓這個十三的, 他是一系列的動作, 全部計劃好了, 你讓一步, 他就進一步, 你讓一步,他就進一步, 你頂住他, 他就跟你頂下, 記住, 現在在打仗, 你們是前線, 實際上你們就是最前線的兵, 後面呢, 又有英國, 又有美國, 是嗎? 又有我們自己中國人, 即是在後面, 但是如果你們前鋒, 第一個戰線投降了, 真的不懂說了, 剛才聽了黃之鋒說, 他都主張立刻去選舉, 他們不給, 如果只是靠求, 這個世界哪裏是靠求的? 甚麼都有條件, 你不給我不参加, 你們出去, 你變成全世界這個變成非法的 不合法的 就你這個立法會是不合法的 現在已經不合法了 它就靠我們參加它 拿它變成合法 如果我們不參加它 它就繼續是不合法的 這個我都不用我講了 我也不知道講了多少次 所以既然大家都說了 以民調為主 我剛才在我推特發了民調的基礎 再舉個例子 我最近都學了很多人 很多人給了推特 我實際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學習 等於美國不是有民主黨和共和黨 他們都很容易拉布 你不應該拉布 你當然要徵求你那個黨 譬如民主黨要拉布 他當然要徵求民主黨的黨員 他會不會去徵求共和黨的黨員 這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實際上參不參加這個立法會 就等於拉布 拉不拉布 你不參加就是拉布 就是一個不同形式的拉布 那你拉布的時候 你徵求民意 你會不會徵求兩邊的黨員的民意 還是只是都徵求民主黨的民意 這個你們自己想想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就算是他在這兒 但他們都會不會去 你又必須強調查